这是9月4日山东武能客场与长春亚太队的比赛 第36分钟周海斌的这个飞铲让他领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 在此之前的第23分钟他因为与裁判争论而为这张红牌奠定了基础 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浮躁 国家队和国奥队的大赛经历给这位23岁的青年到底带来了什么 作为一个球员来说肯定经历过一个就是说顶级的顶顶就是顶盛的状态的时候 肯定就是一年当中他不会有很多这种状态 所以肯定会精神啊思想还有身体上会一下子会垮下来 十天之后山东武能做客连赛领投阳陕西中心产霸队的赌场 在5万球迷的注视中 重新复出首发的周海斌在第3分钟和第69分钟 用两个进球帮助山东队战胜了李投阳 很漂亮 确实是 这个球完全是考虑到技术动作 因为没有人抢我 我想的就是在我没有劲的情况下 我要把球别提高 而且他打方不赢 就是能攻进是立马是 从红牌后受到俱乐部的处罚 到现在帮助球队获胜 从两张黄牌到两个进球 周海斌完成了自我救赎 周海斌在进球后奔向了图拔 他说教练给了他非常大的帮助 但图拔对这位爱徒的评价却让人惊讶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 海斌最近两年停止不前一时 他的能力都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作为一个球员来说 不可能一直大跨步的前进 如果真大跨步前进的话 我想我现在比李西齐的也好 甚至比卡卡要好 但是这我觉得这我认为是不可能 只有我自己最了解的教练 领导最了解 我一直在很努力训练 很努力就是说提高自己 在场上的不冷静并不是周海斌 奥运会后唯一的麻烦 在网上流传的关于周海斌开访的话题 更是被吵得沸沸扬扬 所以我来说我就是一笑而过 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我觉得 有的时候也会去看一些网上的新闻 看一些什么贴出来的照片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他们不了解我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环境 他们只是说凭空猜疑 他们会去说你去开房 会去说你去找小姐什么的 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 自己做过什么 自己没有做过什么 自己是真正面对着足够勃起的时候 是温馨无愧的 每一个球员来说 生活以外都会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不要 就是说违背了原则 违背了足球的道德 本赛季已经打进四个进球的周海斌 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联赛中 这个充满个性的年轻人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望 我觉得我困难很大 我觉得我一直在想 就是说高水分的时候就在看起 您正在收看的是足球之夜 稍后请继续收看欧冠首轮精华 足球之夜栏目 由林木基姆尼 独家特约播出